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義大利人對上伯根蒂人 那這場比賽是... 有 Le Max 對上這個天梯高手 兩位分數都將近2200分左右 也是超級高分段的玩家了 好 那我們先來講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升級時代的時候有15%的減免 從黑暗時代就有這個減免 所以他升時代的時候壓力會稍微小一點點 但是他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經濟加成的 那義大利人 這個單位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有這個熱奈爾弩手 熱奈爾弩手的話是康特騎兵單位的 所有騎兵單位都會被他康止入 所以熱奈爾弩手算是蠻強勢的一個工兵文明 但是他這個熱奈爾弩手是需要城堡才能蓋出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後續要怎麼轉出熱奈爾弩手 是對義大利人是一個關鍵 因為他本身沒有經濟加成 所以要農出城堡是一件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義大利人最大特色是這個傭兵 傭兵的話是可以不用升級 就可以變成極戰力的步兵單位 而且跑速非常的快速 而且攻防都不錯 所以義大利人來說 這個打法也算是相當多變的 要適合走步兵跟工兵路線 那騎兵的話就是普普通通 並沒有特別強並沒有特別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伯根蒂 伯根蒂最大特色是這個時代 升級時代的科技 農田這些科技還有伐木 都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 憶恩時代就可以升級 封建時代的伐木技術 那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 地龍時代的 以此類推 所以伯根蒂能在經濟上的一個獲取 算是比較快一點的 所以要小心他這個經濟暴 會有點噁心 好 那出土之外 伯根蒂還有這個伯根蒂葡桃園 那這個科技在後期 可以讓他的農田一直生產黃金 相當的猛 有點像是 越南的這個紫幣技術 可以一直瘋狂產黃金 伐木的時候 那伯根蒂是採農田的時候會產生 那伯根蒂出土之外 還有這個馬桑青端奇兵 可以蓄力 再來就是伯根蒂的這個爆名流 革命一波 可以讓所有的村民 變成這個民兵 傷害力極高 雖然血量有點少 但是攻擊力很強 那這一招是在打團戰 不管是單挑團戰 都是需要注意的一個大招 那這個招是比較害怕弓兵的 所以剛好義大利人 這一把是弓兵果 如果義大利人是出弓兵的話 這個一波流可能會效果不太好 所以這個伯根蒂應該前期 還是要斬出一些馬來對抗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義大利人這邊選擇的是 棒棒開局 已經按出了兩隻棒棒 那嘉莉呢 這邊還在繼續吃羊 不是吃羊 吃鹿肉 不過跟豬肉已經在狂吃了 第二頭吃還沒有 所以這邊鹿肉的獲取上 算是快了一點 但是這邊是直接選擇吃果子 而不是全力吃鹿肉跟豬肉 那這邊待會可能還要吃一段時間 覺得這邊蓋模仿的時間有點偏早 好 他可能也是怕自己吃的速度不夠快 那肉類的部分是選擇四目 那肉全部都全踩肉了 那待會兒義大利人 可能還是會轉一些其他的打法 目前是雙棒棒出門 那雙棒出門的話 通常就不會點下這個裝甲步兵升級了 那刺猴呢 前期還可以做一個騷擾 加上這個兩隻棒棒 多多少少 好還是可以抓到繞蛋村民 那這邊支部技術也要好了 布恩第一這邊升級很順利 好等一下封建時代 但是棒棒一過來直接蓋一下 因為木牆很即時 好直接守住 但這個木頭有點危險 剩下40個木而已 好左邊這裡手速不夠快 被騷擾了一下 但沒關係 對方只是冥冰而已 殺傷冥冰不強 好這邊少年蓋個木門 來阻隔一下 避免這隻蓋房子的臭民被抓 好棒棒決定往下走 看起來能打到東西真的是相當有限 好兩邊都點下封建時代 那義大利這邊點了多點一吋 21吋 但這個已經算是蠻快的 因為他出了兩棒棒 那兩八棒的好處就是 上封建時代不會太晚 大概只會慢個30秒至1分鐘左右 所以不會說會很決定性的 一定一波帶走 好這個不太可能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資源的部分 那目前看起來 伯恩帝資源金礦在前面有點尷尬 那前期這個金礦要守住 是比較關鍵的一點 那果子在後面蠻舒服的 後面好有金礦也不錯 總體而言伯恩帝這張地圖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問題是這個墓區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一個墓區離得非常遠 兩個墓區比較安全而已 所以要小心被扣木這件事情 好那來看一下義大利 義大利的話 果子在前面 金在後面 那他可以過得非常舒服 而且這果子可以守得非常好 他這樣子圍的話 這果子也不太被殺擾到 那上面也是非常好圍 也可以圍到一座牆 下面也可以使用TC連防 都沒有問題 目前看起來地圖來說是 義大利稍微好一點點 好木區有三片 雖然如果不算前面的話也是兩片 顏格來兩次這樣子 好那這邊點下來 一級木跟一級農田升級 準備要來經濟爆一波 那這邊義大利 選擇的是赤猴 先去前面稍微看一下 如果沒有要上去看 直接停了下來 希望棒棒在這個高地虎視眈眈 應該也做不到任何事情 這邊沒有去靠木牆或拖時間 牆逼對手出攻兵 有點稍微可惜 一直走來走去的話 其實對棒棒來說 出棒棒開局的人來說不太好 因為人家就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他就可以把兵 往你的家派 所以這樣棒棒的一個效果 就越來越差 所以盡可能 如果你是打棒棒的玩家 盡量這個棒棒 就一直在輸出攻擊 給對方第一時間 去下這個射箭場 讓他這個馬就有出馬的速度 更慢一點 那家裡有就可以 不太可能會被抓包 哇還是被抓掉一村 這怎麼會有洞啊 直接繞了一個洞進來 OK這邊村民加刺猴 直接集火一隻刺猴 這邊一打一 但是這邊率先拿到了手殺 博文帝這邊不錯 這個動畫趕快補起來 這邊看到射箭場之後 棒棒也沒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連敲木牆的份都沒有了 這樣他就只能撤退了 這個棒棒就只能先稍微繞一下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 往外蓋的建築物的村民 那博文帝前期盡可能 不要跟對方大開戰 因為他是偏後期的文明 他只要一直提前可以升級到二級伐木 那對他就是越有利 那這邊目前博文帝的目標 就是要趕快去點下二級伐木 這是他的一個升級的一個重點 好那就要來看一下這個二級伐木哪 手會點 應該差不多快點了 這個肉量差不多了 因為封建石待會這邊可能會打一陣子 如果他越早點下 這邊對博文帝會越有利 但博文帝好像沒有要點的意思 看起來經濟沒有很差 但是卻一直不想點 這邊是優先撒田 還是想要趕快上這個城堡時代 因為我看的高手 其他高手都是博文帝 以上封建石待就點二級伐木 但這邊一直都沒有點 這個顯得有點 怪怪的 正常來說博文帝應該是要馬上點二級伐木才對 二級龍不一定會點 但二級伐木是一定會點 怪怪的啊 真的怪怪的 這個有點伏筆的感覺 這邊要來直接上城堡時代 二級伐木也不點 看這邊 毛兵直接被追著打 肉麻雖然不夠多 長槍兵 沒有暗 這邊直接一個大暴圍 前期博文帝這個金礦 守得非常痛苦 這裡可能會被控金 大衛宮守在過來 這塊金也挖不了 或是直接插個劍塔 博文帝處境被斷了 只能到後面去挖金礦而已 哇 這邊還遭到一隻落單的村民 哇 一比一的一個戰局 博文帝這邊想要直接上城堡時代 好像有點太硬了 因為這邊博文帝如果上城堡時代的話 他這邊城堡 就可以直接變成重裝騎士 可以直接升級沒有問題 所以博文帝在前期的時候 會比較弱一點點 但是中後期來說 這個經濟的爆發 會很誇張 而且軍事能力也是非常猛 尤其是這個城堡時代的重裝騎兵 很難打 攻擊力高 血量可以加多20滴血 雖然博文帝沒有品種 但是這個重裝騎士 可以再讓他前期 拿到一個不錯的強勢進攻 畢竟攻擊力高 可以跟對方騎士互打 這邊都已經圍好了 大力過得相當舒服 重要支援點都可以踩得輕輕鬆鬆 不會被騷擾 但是博文帝這邊 把自己家裡圍的一個很奇怪的V型 到處都有一個凹槽 這裡一個凹 這裡一個凹 那這邊騎士 赤樓過來救一下 這邊可能會開打 這邊會上高地反打嗎 兩邊都想要先上高地 但是義大利這邊還是先上了高地 所以左邊義大利這邊只能先撤退 先上城堡時代的反而是這個義大利人 然後義大利這邊先上城堡時代 但兩邊時間差到香菜也不晚 這個伯根蒂也差了20幾秒左右而已 好 這邊還點下了一級絕驚 棒棒差 戳戳能戳到嗎 差一點 就多一隻肉馬 哇 這邊只能全部撤退了 伯根蒂對於沒有要點肉馬的意思 這邊要打什麼呢 這邊攻兵只按一隻 毛兵也只按一隻 都更按一隻 二級伐木中一點下 那這邊 二級龍也會點嗎 那我要看一下 這邊補個馬舊 待會要來打騎士 這邊有可能會先出 先出四隻騎士 四到六隻騎士 然後再去轉這個 重裝騎士的升級 那他的肉可能會 不太夠一點點 那目前看起來 二級龍 點了 OK 二級龍點了 OK 那應該有可能就會變成說 他一直出騎士 一直變成 真重裝騎士的升級 這樣感覺看起來更合理一點 好 攻兵的升級沒什麼問題 義大利人也快要到了城堡時代 那在城堡前還點下一級攻 那還不確定喔 現在義大利人想打什麼路線 攻兵也沒錯 也沒有挖石頭 所以熱納爾奴手出來時也會偏晚 好 這邊覺得是三馬 救阿伯恩蒂 哇 這個很兇 那就可以雙騎士 然後再爆一個 重裝騎士的升級了 OK 這邊稍微看一下 OK 直接升級重裝騎士 跟蹤技術 哇 第一時間還不是按騎士 這裡是不是要再按個騎士 三馬救 然後先升級騎士的升級 按二級訪沒有點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先投資二級訪 二級馬鎧 這個很重要 好 那這邊第一時間 義大利決定出馬 騎士一直在出 雙馬救出騎士 那波根蒂 如果一開始是以升級路線 跟跑出那些的話 可能數量上會有點差距 像這樣子 數量上很明顯會有點差距在 這邊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這邊可能要撐久 這邊肉依舊不夠多 雖然這邊有重裝騎士的升級 但騎士數量依舊不夠 義大利這邊 捲進轉出了跟蹤技術 品種也點下 這個木槍能撐住嗎 有一級攻騎士 所以先出去 先把這個 民兵給解決 看到這個重裝騎士出來 有點色色發抖 攻擊1是10加1 那重裝騎士是12加1 攻擊1直接躲2 那防禦部分也是一樣 2加1 2加1而已 兩邊的跑速都來到1.49 好 數一模一樣 好 拖文帝2級木木點下之後 2級農 稍微經濟好轉的起來 這邊先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那拖文帝這裡也沒有優先 去點這個伐木 伐木技術 但是我覺得這邊應該是要 趕快先去爆3TC出來 待會有275木的時候 再補一個TC 三級木點了 OK 還是該點了 好 這樣拖文帝 前期就會拿到一個 不錯的經濟加成 因為這個三級木 加蒜子加10%加速 其實還是有差的 尤其是城堡時代生地龍時代 這段時間 這個加速都可以吃得到 那只要獲取的木頭量夠多 就可以灑出更多的農田 這邊有這個森旅直接著想 這邊直接拉兩隻騎士過去 做一個進攻 這裡收掉了森旅 但兩隻騎士當然零頭 直接掛掉 家裡這些騎士進去了 就沒辦法出去 沒辦法出去 只能在這邊繞 只能砍村民 砍死了一村 這邊拿下了三村優勢 但是家裡這邊早就開出了3TC 所以這波就算被打了幾隻村民也沒關係 這邊騎士直接開打 但數量上很明顯的不夠 三隻重攻騎士也要雨落 小滴 這邊應該不能進去的 這邊進去打到東西太少了 只拿到一隻老頭 一隻還被找走 然後其他的重攻騎士也死光 然後只拿到兩個村 有點虧 所以有時候有些高手 打破洞也不會進去 就是這個原因 既然進去了你也不確定能不能出來 好 那這邊 四隻重裝 在這個位置 是想要等這邊挖穿嗎 看起來還要等一段時間 好 後面再補下第四個TC 哇 意大利超濃 好 那TC蓋下這裡的位置 那待會這邊也可以打算開一個 這邊開一個也不錯 目前普根地經濟來說是還不錯的 但是軍事上可能要稍微升一下這個防禦力 或者是升一點 這邊升重裝長兵應該是沒必要 這邊黃金多挖一點 直接把騎士的風法升上去 用重裝去碾壓對手就沒問題了 本身這個騎士傷害就有個領先了 領先個二攻 數量多一定是能打贏的 好 那這邊兩邊都在瘋狂解贏機 但是這邊 義大利撿的算是比較快一點 好 義大利這邊勝率做了很多直接招翔 喔 這邊可以招到很多勝率 哇招了很多騎士喔 兩隻騎士 很賺 這裡再招一下 哇直接低掉 可以 這就是勝率的一個威懾力喔 直接解決掉了蠻多的騎士喔 解決了三隻騎士 雖然這一城這一隻老頭 但是還是很賺 所以城堡時代喔 一定要去產這個三女喔 去克制對方的嘛 對方只要被一刀牆就不敢打 他就只能撤退 好二級攻點跑 數量可能再忍一下 這邊三體系還是要全力運轉 先要輪走技術 等到大概七八十人口 好再點一下手推測 就可以來直升帝王 但現在目前義大利的TC數量是比較多的 如果再繼續農下去 可能會有點危險喔 可能會農不頂對手 對於對手的騎士數量一直很多 那義大利打騎兵的話 也是只能打到這個重裝騎士喔 也沒有遊俠 好只能靠這個三級防三級攻 去把這個騎士的能力撐起來 好二級防點好 這邊三女雖然很多 古之森女 開始慢慢潛壓 普恩帝首都這個高低 上方這邊圍排防子 但是可能要被抓包 兩村應該直接倒地 先再招一下 招個刀嗎 好像有點困難 好這邊義大利 先轉出了重裝成功面身級 還有這個神聖思想 可以增加這個 生女的血量 可以讓她多抗議到 這個重裝騎士的傷害 存活力提高之後 生女就可以增加這個 她的招翔率的成功率 停下這個二級農田 還有這個撲揮技術 是個打偏步兵喔 沒錯 義大利就是要打攻步啊 不過要幹嘛 對不對 好這邊 生女沒有第一時間招翔 只招到一隻騎士 有點尷尬 所以下方這邊 想要直接突圍 但這邊其實防守還不錯 要打出一個洞來 需要一點時間 義大利看到對方騎士 在自己家裡 直接不管了 這一波直接上去 硬給村民 可以賺到一些甜頭 沒有問題 但這邊重裝騎士怪 防守 雖然有二級馬卡 所以扛尖骰不錯 但是吃到這個 重裝騎士的傷害 是很傷 這一波直接 進去塗了一波之後 村民又再度拉拉鋸了開來 96村 對上75村 這個騎士對決很精彩 哇你看這一場都在逛街啊 沒做到任何事情 家裡也沒守住啊 還是省事掉了一些村民 村民 村民已經快要相差20村了 伯恩蒂有點尷尬 經濟一直起不來 這邊直接勝率大招搶一波 招到了非常多的一個騎士 四隻騎士直接招走 這兩隻勝率還在移動 沒有第一時間招搶 但是伯恩蒂這一步人呢 想要直接開戰一波 這邊三隻直接再招了一下 對招對招對招 有點難招走 長江兵過來捅一下 哇這個不行 這個已經要長江兵了 這個伯恩蒂的騎士數量太多 這一波伯恩蒂已經要再把戰局打回來 已經收拾掉了非常多的勝率 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伯恩蒂這一波也稍微的逆轉 但是家裡已經有長江兵在助手 這邊如果要再突進的話 伯恩蒂可能要先想好 怎麼進攻會比較好 不然進去也有可能被長江兵戳爆而已 好第一時間過來 這一隻重裝直接回頭被拖爛 射念部分也被招響掉了一隻 哇 伯恩蒂這波進攻看起來是無果了 好村民處持續領先 開始在挖石頭 義大利這邊已經產出了地動城堡 地動城堡有可能會拆在這個高地處 或者是直接拆在家裡 目前家裡也不太好插 叫我插也只能插這個位置 看起來應該是會先往外插這個城堡 就是插這個位置 我以為他會插這 應該是不能插這個位置 不然他應該來說會想要插這個高地 他現在插他平地上 稍微有點危險 那邊有幾隻騎士直接過來 但是長長兵在後面跟隨 這個時間應該可以戳掉 輕鬆解決 輕鬆解決 伯恩蒂我覺得算是蠻難慘的一個文明 他這個後期實在太強了 所以前期都要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而且他城堡時代 重裝騎士真的很難打 你們看義大利好像守得很簡單 其實他有點守得很極限 那一波重裝騎士過來 他還是要轉出長長兵才能守住 不然這個重裝騎士 就是用一般騎士去打 根本打不贏 這邊勝率回到六隻喔 數量其實蠻多的 這一波騎士 還沒有全部死光 這些重裝騎士喔 都是這邊招降怪了 三隻重裝 這波騷擾能打到東西嗎 家裡有很多的重裝騎士防守 應該可以再塗個幾個沒問題 這邊直接分好幾個隊 這邊直接分好幾個隊 後方的一個騎士 這邊讓他收穿 後面大學也在蓋 上方木學沒有被抓到 那義大利利利用的style好了 還在神這個步兵的一個練甲 中兵也在神 這要出瑞娜爐守了 OK 哇真的要出瑞娜爐 那你們看這個瑞娜爐守 出來時間真的是偏晚 前期要打出瑞娜 其實相當不容易的 因為這個投資成本有點高 這裡點下之後 伯恩蒂有可能會直接上遊俠 因為伯恩蒂的遊俠科技 費用是減半的 所以他只要650肉 然後再加上350斤喔 就可以點下遊俠的升級 相當的省 那伯恩蒂這邊的優勢喔 就是這邊 上帝初期的遊俠進攻 但是他遊俠的血量是偏少的 由於沒有平這種關係 所以他遊俠只有160滴血 所以我記得他好像是 跟薩爾特一樣 血量很少的一個 遊俠文明 但是遊俠本身的基本數值還是不錯的 攻擊力很高 14加4喔 18攻 然後再加上遠防7 進防 進防4 進防8的樣子喔 有點忘記了 好 沒有進防沒有到8這麼多 進防大概7還是6的樣子 應該是6 好 瑞納奴魯頭這邊也在升級 就成為精銳了 這邊直接用神呂加上大量長長兵 做一個潛壓常識 這邊 伯根蒂會直接硬上嗎 這邊轉出了一些馬上輕裝兵 這個騎士數量有點太多了 30幾隻 但是這邊長長兵數量也是非常誇張 這邊想要直接上去硬戳掉TC的樣子 直接開桶 縱火技速點下 板甲也點下 增加一下這個抗電子能力 這邊義大利是想要逼對手 直接跟他開戰 但是 波根蒂 並沒有這麼心服氣躁 而是選擇穩扎穩打 選擇先升級二級甲 跟這個遊俠升級 那這邊看到長長兵沒有人要跟他打有點尷尬 後面的熱奈爾先撤退 這邊直接先升級 沒有先等三旁就好 直接上 這邊遊俠 好像也沒被抽到幾隻嘛 馬的數量是非常多 大概被抽了大概八九隻左右的一個重裝騎士 這邊也有一些騎士想要來騷擾 但收穿時間蠻快速的 直接第一一下 第一時間就收穿了 這邊點下拇指環 增加一下這個 熱奈爾奴手的一個 殺傷力了 那遊俠也好之後 應該就可以打一波了 雲海翁 五個TC 五個TC 這邊果然有開TC TC真的蠻多的 火恩蒂爾這邊偏濃 該不會這邊是要爆遊俠 然後 民兵一波吧 我感覺很像耶 他一直把遊俠 歸在家裡 有這個味道出來了 這個騎士無雙直接開砍 這邊想要用個馬 就到後面偷渡 一些馬進去 義大利這邊要打一個雙線 遊俠已經升級好 三級馬凱也好 哇 被他逼出了大量遊俠 這邊該怎麼打呢 遊俠直接往上走一波 被掌握住了一個位置 義大利這邊可能要先拉一些奴兵回家防守 好 義大利這邊還轉出一些火槍 那義大利的火槍 還有這個折扣減免 那博恩蒂 折倒是可以增加火槍的傷害力 17加4的一個傷害 攻擊21攻火槍 兩邊都是一個火槍有加成的文明 都是一個中後期 偏中後期的文明 好 但是這邊大量遊俠直接走了進來領地 這邊該怎麼打呢 城堡直接射11隻遊俠 但是這邊僧侶有看到 直接著想兩隻 這邊應該還是會先砍老頭 但這邊這個地方直接上來硬打 但問題是沒有工程器 這邊也只能打到一些建築物而已 家裡能去防守啊 這裡可能會被TC爆 這個遊俠數量太多了 三級攻也好了 攻擊力18非常痛 好 進防45 2加3沒錯 好 這邊直接開打 啊 PC爆了沒問題 直接入拆 波恩帝也開始慢慢轉出了這個板甲激素 感覺有 爆名一波的味道 但現在村民樹並沒有 憋到最滿 村民還是有點少 這裡如果要爆名有點慘 然後這邊爆了一個TC之後 又來準備來爆第二個TC 那遊俠數量實在太誇張了 這邊火槍加上熱奈亞龍手 想要上來反擊 但是這邊可能會直接被吃掉 酒俠數量實在太多了 長江兵可能要趕快一直按啊 啊長江兵沒有一直按啊 好 這邊想要往下走 但下方有很多的圍牆 這邊會被包抄嗎 還是其實是義大利被包抄呢 你已經被義大利包圍了 還是你包圍了義大利呢 好 這邊有個開戰 熱奈亞龍手直接原地輸出 但是對方直接把城路面 解決掉之後 沒有繼續選擇追擊 火槍數量還是27隻非常多 這邊轉出了一些肉 想要來稍微抵抗 家裡的村民身上105村 台湖協助我再次做一個防守 這邊想要毒炮 但來不及 直接跑出來 哎呀 那個熱奈亞龍手 直接追著打 最近投死機開始再拆了 家裡用了一些先騎兵加生侶 稍微守住的加線 但是這邊城堡被貼了上來 老闆弟這一波 你再繼續打嗎 家裡有點慘啊 村民術有點少了 剩99村了 這邊三攻三防都好了 這邊感覺是有報名一波的意圖 不然沒事不會去點板架 但是革命其實很貴喔 這科技支援量是非常大的 這邊革命打下去會有搞頭嗎 對方是攻兵國 那你出這個民兵 你會被 抗可 會被這個熱奈亞龍手抗可 除非這個遊俠 可以第一時間 把對方熱奈亞的數量 削減速度非常大量 哇靠 直接革命了 5秒革命直接好 所有的民兵變成佛萊米民兵 現在要來硬上一波了 每一陣民兵攻擊有12加4 血量還有75滴血 血量上來也是不錯的 並沒有很少 好 燃燒了一波 看來這裡有城堡 第一時間 普蘭民兵 在這邊下嘴角 沒有先集結 再衝出來 看來這邊大連王甲直接貼了上來 普蘭民兵直接做一個輸出 這邊看來是要來守司城堡 看來後方有更多的一個 清洗兵過來做防守 但清洗兵沒辦法抵抗這邊 民兵的一個傷害 以及原地戳爆 後面還有一些火槍兵 火槍兵打民兵傷害也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戳得上來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反擊的 民兵這個直接一個輸出 哇這邊直接把火球員放生 後面民兵又淹了過來 正面的一個巨型頭直接被拆光 那這個城堡直接無視掉 直接跑得過來 家裡直接被民兵創個一波 但是家裡城堡其實蠻多的 義大利城堡這麼多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可以守住 沒有攻城器 民兵又是一盤閃殺 各個擊破 哇這邊的民兵 雖然也沒有很多 很容易可以打完 這邊也是喔 到處都是這個民兵在亂竄 但是都沒有集結喔 像我有點差強人意 並不是非常好 這個城堡可能也撕不掉 打出了聚聚 哇博文帝直接掛掉 後面還有這個清洗兵 在後面抓剛出來的村民 哇義大利這邊 热奈亞奴手 完全counter博文帝的一個戰略 步兵騎兵全部被吃 這就是热奈亞奴手最強的地方 可以打騎兵 又可以打步兵 工兵的話還有巨盾 自己遠防又很高 可以0加5 防禦還算不錯的 雖然這個工兵造價也算是蠻貴的 但我覺得 以他這個造價成本 可以counter這麼東西也算是值得了 好讚還可以打這個傭兵 但這一把感覺傭兵也沒太B 自己用這個工兵 等對方過來送 然後在家裡打出一波經濟爆 就可以了事了 問題沒什麼太大問題 最主要是 博文帝這邊送的有點太多了 這邊應該要在家裡先聚集起來 一波 然後再直接先把這個城堡A掉 然後再想辦法再繼續進攻 或者再等一些工程器再出來 進攻方面可能會更好一點 覺得冥兵的時間有點太早 可是剛剛如果不冥兵的話 這一波工兵 勒納爾弩手會直接壓進去 好像也沒搞的 博文帝也算是做了最大的努力 好來看一下經濟方面 經濟方面 義大利這邊算是不錯的 食物上來說算稍微輸了一點 但是他這邊 木頭贏得非常多 贏得快要1萬 贏了8000 但食物也只是少少數的3000而已 而且這一機有4遺跡 難怪博文帝後期絕對也要放棄 確實後期也沒什麼希望 博文帝後期最大的殺手禁 就是這個 明兵一波柳 加上馬上勤裝騎兵的一波 但這邊是打遊俠 那遊俠的話 突發能力又沒有馬上勤裝兵那麼強 所以只能打錯了幾句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